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们无不为其中格调豪放气象征容的一百零二字《岳阳楼长连》积极叫好 那么这幅《岳阳楼长连》究竟写了什么内容 它的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 作者借助这幅长连表达了一种怎样的情感呢 中南大学杨宇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新春特别节目 迎春化名帘第六集 优乐情怀 岳阳楼 曝竹身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同同日总把新桃换旧服 晚安时的这首《元日》啊 是我们耳声能详的一首关于过春节的诗 那古人在过春节的时候除了放爆竹 喝图苏酒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 就是总把新桃换旧服 悬挂桃服也是传自于古代的一个新年习俗 古人认为啊 鬼最害怕的是桃木 而桃枝呢 可以驱鬼避邪 传说在东海的杜硕山有大桃树 树下呢 有神书玉律两个神仙 能够识百鬼 所以在每年农历的大年初一 人们就将这两位神仙的画像 画在桃木板上 挂在门户的两旁 据说这样呢 就会让鬼怪特别害怕 用来表达人们驱鬼避邪的寓意 到了五代的时候呢 人们就慢慢的开始啊 在桃符上写上对联 就演变成了我们现在贴的春联 在中国的各类建筑物 比如说亭台楼阁 对联呢 也是不同地方的独特文化气质的体现 那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一幅来自湖南岳阳楼的对联 湖南的岳阳楼 因为范中烟一篇岳阳楼记 可以说是名阳天下 直到现在啊 去岳阳楼游览的游客 还可以享受到一项福利哦 如果能够全文背诵岳阳楼记 就可以免门票等岳阳楼了 岳阳楼记全文368个字 但是啊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 岳阳楼还有被称为是 另一篇岳阳楼记的文字 号称第一长年的一幅对联 长达102个字 篇幅是达到了岳阳楼记的将近三分之一啊 而且呢 内涵也同样很丰富 这幅对联现在呢 就悬挂在岳阳楼的一楼正厅 岳阳楼记刁平的两侧廊柱上 上联呢 是这样写的 一楼何其 杜少林五言绝唱 范熙文两字观情 藤子经百废巨星 吕纯阳三过必醉 师爷 儒爷 历爷 仙爷 前不见古人 使我创然替下 夏连市 诸君试看 洞庭湖南极萧乡 杨子江北通乌辖 巴林山西来爽气 越州城东到沿江 主者 留者 智者 正者 此中有争议 问谁领会得来 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 我们当然都很熟了 但这幅长年的作者 未必每个人都知道 他的作者是清代的文学家 窦旭 窦旭是云南人 生于1804年 足于1865年 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强调一下 他的身足年呢 因为这个时间段会提醒我们 他的这一生都经历过 哪些历史性的大事件 那这些事件对于国家 对于个人 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他和这幅对联 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 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应该还记得 1840年 鸦片战争爆发 窦旭这一年37岁 1851年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 大半个中国都被卷入到了战争当中 那当然期间还经历了联军起义 英法联军 清华 火烧圆明园等等 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中国 山河破碎 狼烟遍地 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时代 一定会对生活在其中的知识分子 产生一种巨大的震撼 何况啊 窦旭本人 就是一个传承了 他们家庭的清白家风 忧国情怀的一位士大夫 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 窦旭22岁 就考中了乡氏的第一名 26岁呢 重进士 留在京城任吏部主事 当清朝的内忧外坏一起爆发的时候 窦旭怀着满腔的忧愤 希望能够通过改革避正 挽救国事 他曾经几次 向当时的皇帝 贤丰帝上书 提出一些改革的方略 建议 比如说要重用林泽徐这样的朝廷大臣 可是他的奏书要么被留中不发 要么承之不用 一腔热血 终究是很难有挥洒空间的 就是在这样的国家和个人经历的背景之下 作为云南人的斗序 又长期在京城这样一些地方供职 但他的一生啊 却有七次登上了越洋楼 七登越洋楼 时间呢 是从1821年到1863年 也就是说啊 他第一次登上越洋楼 是在18岁的时候 而第七次登楼 已经到了60岁 这七次几乎贯穿了 他成年之后的整个一生 豆瓊自己写过一首诗 七登越洋楼 这首诗呢 可以作为这幅天下第一长年的一个旁著 诗是这样写的 初处常怀 淡向忧 这首诗和刚才我们讲的 这幅对联的核心内容 都是凸显了两个关键的人物 一个是范仲淹 撰写岳阳楼记的 《忧乐情怀》 另外呢就是 杜甫范州过洞亭的落魄 那除了这两者之外啊 豆瓊还在诗当中说明了 当他第七次来到岳阳楼的时候 他此前撰写的这幅长联 已经由湖南的一位著名书法家 何少姬来书写 悬挂在了清朝著名书法家 张照所书的岳阳楼记刁平的两册 这让豆瓊氏感慨万分啊 他很感动岳阳楼对他的这幅长联的 珍重 珍爱之意 水天一色 风雨无边 洞庭天下水 岳阳天下楼 历史上引勇岳阳楼的诗文 《盈莲》并不在少数 然而却只有豆瓊的这幅 一百零二字岳阳楼长联 被誉为天下古今三大名联之一 杜少林五言绝唱 范锡文两字观情 滕子经百废巨星 吕淳阳三过必醉 那么这幅长联究竟好在哪里 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典故 作者豆瓊借助这幅长联 又表达了一种怎样的情感呢 那讲完了 赚联人豆瓊和岳阳楼的缘分 那我们现在就应该来看一下 他写的这幅第一长联 到底好在哪里呢 我觉得呀 从内容上来看 这幅对联呢 有两大特点 第一 打通了历史人物 和作者的现实感慨 所谓历史人物 当然是和岳阳楼 关系最为紧益的历史人物和故事了 历代登上岳阳楼 而且留下了墨宝 还有故事的人 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但是对联啊 只选取了最著名的四个人物 杜甫 范仲淹 滕子经 还有吕洞宾 那这四个人啊 又分别是四大领域的代表 我们先来看看杜甫 在大历三年 也就是公元768年 杜甫一家人漂流到了岳洲 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 他也见到了魂牵梦营的岳阳楼 并且写下了千古名诗 登岳阳楼 西文洞亭水 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彻 乾坤日夜福 清澎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 戎马观山北 平轩替四流 我们知道杜甫来到岳阳楼 已经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了 亲眼目睹了大唐王朝 从盛世走向衰败 而杜甫自己呢 也是半生漂泊 一家人无依无靠 沦落他乡 所以当他登上岳阳楼 眺望眼前壮观的自然景观 当然会感慨万分 那这首诗的前四句 极力渲染了岳阳楼和洞庭湖的 这样一种壮美的景色 波澜壮阔的洞庭湖 风格了无处之地 就好像是日月星成和茫茫大地 都在其中沉浮 第五六句 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 笔势一转 又突然落到了 自己的极度失忆 落寞的处境 这样漫长的飘零 和亲朋故旧 也已经失去了联系 音讯全无 他只能将牵挂和担忧 默默地藏在心里 而多福一家人 老的老 病的病 孤苦无依地漂泊江湖 又是何等的伤感悲怆呢 但是我要说明一点 老杜就是老杜 他的这支笔啊 绝对不会只停留在自怨自意的哀叹上面 所以这首诗的伟廉笔风再一转 荣马观山北平轩替四流 在观山之外 战火还是没有平息 家的多灾多难 世人忍不住在以楼眺望的同时 泪流满面 我们看短短的四连诗 从终于登上九文大名的岳阳楼 圆了多年梦想的这样一种喜悦 写到岳阳楼风景之壮阔 再写到悲苦的个人命运 最后写到国运的沧桑 可以说是一波四折 跌宕起伏 自然的风景和家国的情怀 是浑然一体 也就难怪杜甫的这首诗 会成为千百年来 引用岳阳楼的经典名片 这也就是窦戏对联当中写到的 关于岳阳楼的第一个故事 杜少林 舞言绝唱 少林是汉宣帝许皇后的陵墓 在陕西的长安 杜甫在这里住过 字号少林爷老 所以是称杜少林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个和第三个 跟岳阳楼关系 至为密切的两个人 也就是对联当中写到的 范熙文两字观情 藤子经百废俱星 范熙文就是范中烟 因为他字西文嘛 在庆历三年 也就是1043年 范中烟任参之正式 就相当于副宰相 主持庆历新政 新政失败之后 在庆历五年的正月 范中烟自请罢参之正式 以资政殿学士出之 宾州兼陕西四路 圆边安府市 就在这一年的11月份 他的四路率任又被解除 改之邓州 这就是范中烟创作 岳阳楼记的一个个人背景 所以范中烟写岳阳楼记的时候 他的人并不在岳阳 他是在邓州收到了 藤子经寄来的一封书信 请他为重修的岳阳楼写一篇记 范中烟开然应语 于是就有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美文 《岳阳楼记》了 藤子经就是藤宗亮 也是范中烟的一位好朋友 他们两个人 有不少诗歌的唱和往来 而且在政治上 两个人也经常是共同进退的 比如说在天圣七年 范中烟 藤子经 他们就一起上书 力劝刘太后卷连彻班 还证给春秋以盛的宋仁宗 但是刘太后 不肯撤连还政 反而是范中烟 藤子经相继被贬折 到庆历四年春天的时候 藤子经再度被贬到岳州八林郡 就是今天湖南的岳阳 藤子经也可以说 是一个胸怀家国的人 虽然屡屡被贬 但是每到一个地方 他还都能够放下 个人的荣辱名利 勤政为民 努力的为百姓来造福 他来到岳阳之后 兴修水利 兴办教育 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 两手撞 藤子经主政八林郡之后 不到两年的时间 这里就显示出了百废巨星 正通人和的气象 范中烟虽然没有亲身登陵岳阳楼 俯瞰浩瀚的洞庭湖 但是岳阳楼视野的开阔壮观 洞庭湖千姿百态的绝美景致 在他的笔下流淌而出 如在眼前 如历其境啊 无论是静影沉蔽 鱼歌互达的欢快 还是薄目明明 虎啸原题的悲怆 都能带给我们 身临其境的一种体验 就好像是范中烟当时啊 正助力在岳阳楼上 急目远眺 浩浩浩浩 横无计压的洞庭湖 静收眼底 他的心情呢 也会随着光阴的流转 情语的变化 而波澜起伏 岳阳楼背靠岳阳城 俯瞰洞庭湖 北一长江 南望湘江 自古为湖南名胜 一篇绝代华章 岳阳楼记 愈发让岳阳楼 闻名侠耳 洞庭天下水 岳阳天下楼 引无数文人雅士 到此吟诗作对 那么在众多的佳作之中 为什么范仲烟的岳阳楼记 能够成为最为著名的 经典佳作 这篇文副 究竟好在哪里 豆絮创作的岳阳楼长莲 和范仲烟的岳阳楼记 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岳阳楼记 之所以能够成为 传唱不衰的经典名片 他的文词的美 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我觉得啊 他更重要的是 展示出来的 范仲烟的人格境界 他将岳阳楼这样一个人文景观 放到了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 千刻骚人 多会于此 赋予了岳阳楼以 人格意义 还有家国情怀 历史上经过这里 并且留下千古诗文的人 大多是那些心怀家国 但是又怀才不遇 被放逐到这里的人 所以呢 岳阳楼和洞庭湖本身 就承载了深厚的人文情怀 和家国意识 那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 岳阳楼记最后的一段议论 才能够顺理成章地推出来 从单纯地看风景变化 产生的悲喜之情 升华出了不以悟喜 不以己悲的古人人之心 真正的知识分子 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不会因为个人的荣辱得失 而改变而动摇 外界的富贵名利 个人的荣辱得失 都不是他们看中的 无论他们个人的人生道路 是进还是退 是生还是扁 他们的心里面 始终怀着的是国家和人民 如果在其位 就一定要认真的谋其政 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名 如果不在其位呢 也要一如既往地 关心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未来 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 可以看出来 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在他们这里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而个人的安逸喜乐呢 反倒被抛在了脑后 这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也就是对联当中所说的 范兮文两字观情 这两字 其实就是岳阳楼记的核心关键词 忧乐 所以滕子经和范仲淹啊 一个呢是从围观从政的 具体的治理上面 让岳阳这一方老百姓的民生 得到了改善 而另一个人呢 是从价值观上面 提炼出了家国情怀 对于知识分子 对于政府官员的重要意义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我想强调一下 范仲淹 也并不是只是一个文学家而已 他还是北宋立主改革的名臣 宋仲宋庆历三年四月 范仲淹授命回朝 升任疏密副使 八月拜参之政事 相当于副宰相 九月范仲淹就向仲宋 上打手照调成十事 提出了十项政治经济 各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也拉开了北宋历史上 著名的庆历新政的序幕 但是很可惜啊 这样大规模的雷历风行的改革 必然会对保守派的既得利益 形成一种巨大的威胁 而且重视所谓祖宗家法的宋仁宗呢 他的改革意志也不是那么坚定 所以新政仅仅搬行一年左右 就在反对派的干扰之下宣告失败 范仲淹这样一批改革的中间力量 也相继被贬 越洋楼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写成的 而这一幅常怜的作者 邓旭啊 其实和范仲淹有相似之处 他也希望能够借助改革 来改变清政府 积贫积弱的现状 如果说范仲淹当年推行改革的时候 北宋王朝虽然隐忧重重 但至少在表面上 还是处于太平盛世 而到了斗旭的时代 清政府的内忧外患 其实已经是集中爆发了 各种矛盾的冲突 已经到了白色化的程度 改革势在必行 回望历史 再展望当下 残酷的现实 让斗旭扼腕叹息 那也难怪 他会对岳阳楼 这么情有独钟 又会对范仲淹 产生这样深刻的共鸣 最后就要说到 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的传说了 吕洞宾是传说当中 八仙过海的八仙之一 传说吕洞宾第一次 经过岳阳楼的时候 就发现这里有一股氢气直冲云霄 于是他暗落云头 就变身为一个卖墨的先生 来到岳阳楼下面 此后吕洞宾三醉岳阳楼 先将这里的一个千年柳树经 和白梅经度化成人 让这两个人结为夫妻 在岳阳楼下卖茶 卖酒为生 后来呢 吕洞宾又将他们度化成仙 这个传说给岳阳楼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对联当中的 师爷 儒爷 立爷 仙言 这四个典故 其实集文学情怀 儒家思想 政治理念 和神仙传说于一体 也涵盖了岳阳楼 承载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杜甫 范仲淹 藤子经 吕洞宾 这四个人呢 又分别是一代师圣 名儒 贤历 和神仙的代表 他们四个人 虽然在历史上的成就是不一样的 但他们呢 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 时刻将人的命运 放在关心的首位 在他们身上 也都各自寄托了老百姓 对于幸福生活 对于美好前景的向往 所以我们看啊 这幅对联的上联 批空一问 一楼何其 岳阳楼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它是不是一座普通的楼阁呢 它其就其在 这么多的杰出人物 都和他建立了一种奇妙的缘分 而且呢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比如说 范仲淹的 优乐情怀 甚至还成了千百年来 中国世人 还有政府官员的 处事准则 所以我想 当这个赚连人 窦绪 再一次登上越阳楼的时候 他应该很想 穿越时空 和前代的这些圣人 先者们 来一次 隔空对话 希望他们能够把 旧王图存的道理 传给自己 来指明一条 人生选择的道路 所以他说 前不见古人 使我 创然涕下 上年的最后两句 又化用了 出唐时候的诗人 陈子昂的诗歌 登幽州台歌 其实当年 陈子昂写下这首 千古不朽的诗啊 也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 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 也就是六百九十六年 武则天的派 职尔武幽仪 率军征讨南清的契丹人 陈子昂当时是受命为 随军参谋 武幽仪这个人啊 无勇无谋 为人很清帅 完全是仗着武则天 这个大靠山来混日子 而精通兵法的陈子昂呢 屡献奇迹啊 都被武幽仪 轻描淡写地挡了回去 第二年 武幽仪战败了 情势很危急 陈子昂就主动请因 要求带领一万军队 作为前驱去打击敌人 结果呢 当然是再次遭到武幽仪的拒绝 眼看着主帅 无所作为 他自己呢 就忍不住 铠切陈慈 而他的直言境界 又再一次 触怒了武幽仪 武幽仪呢 干脆 贬了陈子昂的官 让他没有办法 再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晃来晃去 眼不见 心不烦嘛 就是在这样一种 报国无门的 愤懑的情绪之下 陈子昂登上了 幽州台 也就是战国时候 燕昭王建造的黄金台 当年燕昭王曾经在台上 放置了黄金千两 以此来礼聘天下的贤财 果然呢 就召集了 越义等一批豪杰之士 比如说后来 越义就率军 讨伐齐国 几乎灭亡了 整个齐国 那一度相对弱小的燕国 也强盛了起来 燕昭王的这样一种 求贤若渴 礼贤下士 就成为了后代才士 可目的贤军风度 所以当陈子昂登上 幽州台 回望历史 古时候燕昭王那样 慧眼食材的明君 已经离得越来越遥远 越来越渺茫了 他抬头往前看 能够认识千里马的伯乐 又在哪里呢 茫茫宇宙啊 即便自己胸中有 万卷治国平天下的谋略 又有谁是我的同道呢 所以在这样一种 苍茫浩渺的宇宙天地 当中啊 感慨吧 岳阳楼的人文精神 体现了古代正直知识分子 以天下为己任 先忧后乐的爱国情怀 也正是因为有了古人之心怀 岳阳楼的人文意愿 才超出了他的壮美景致 其咸远山吞长江 北通乌暇南极萧香 也因此蕴含了优乐天下的真意 那么岳阳楼常联作者 斗絮的真意 究竟谁能够领会得来呢 请继续收看 迎春画明莲第六集 优乐情怀 岳阳楼 那这幅常联的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呀 是容人文情怀和自然景观于一体 如果说上连挥洒的 主要的是一种人文情怀 并且还打通了时空的界限 将古人和当代人的情怀一脉相成 那么夏连就重在描绘 洞庭湖和岳阳楼的自然景观了 我们看夏连的第一句 就狠见作者的匠心 诸君士看 就好像作者是导游 他带着我们一边登上岳阳楼 一边急目远眺 于是洞庭湖的壮美风景 就像一幅巨大的画卷一样 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让我们在独对联的同时 也好像有了一种身名其境的感觉 夏连一连铺成了四个地名 洞庭湖 杨子江 八陵山 岳洲城 以岳阳楼为轴心 串联起了一湖 一江 一山 一城 也就是所谓的 主者 留者 智者 正者 可以说这四个词 把岳阳楼的地理特点 概括得非常的准确 我们从岳阳楼的地理位置来看 这里的八陵山 有可能就是特质 东庭湖当中 与岳阳楼相对而立的军山 岳洲城东道沿江 是说岳阳城东面 有道路通往高山地带 竹 留 智 镇 这四个字啊 用极为简练的笔墨 勾勒出了岳阳楼雄正一方的气势 那也正因为这样 当我们登上岳阳楼的时候 才会有无数的感慨 涌上心头 却又感觉到任何语言的表达 在这样奇违的大自然面前 都会黯然失色吧 所以他才说 此中有争议 问谁领会得来 我想啊 当斗序在上连当中 尽情挥洒那种 忧国忧民的情怀之后 在下连当中呢 他要从大自然的神奇当中 感受到人生的真谛 感受到人和自然 融为一体的通达 希望能够从精神的升华当中 来解脱现实的备用 而且我觉得更妙的是 夏连领起的诸君试看 好像是导游给读者 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氛围 而捷据呢 问谁领会得来 又再一次呼应了首句 既然每个人登上岳阳楼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那么不同的人 在感受岳阳楼之大观的时候 也都能够领会到其中 不同的人生争议吧 而且呢 上连以一楼合齐 披空一问 夏连以问谁领会得来 同样以问作解 上连呢 有问有答 而夏连啊 只问不答 在上连的一问一答当中 让人在时空穿越当中 去深刻思考 家国的命运 而夏连的只问不答 反而留下了余味 既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那么作者就不要将自己的答案 再强加给读者了 这样的写法 真是收放自如 令人派案叫绝吧 也难怪杜甫的登岳阳楼诗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和窦絮的长连齐名 并提为 杜诗 范记 窦连 被看成是岳阳楼文化历史上的 三座艺术高峰 一楼合齐 杜少林五言绝唱 范熙文两字观情 藤子经百废巨星 吕纯阳三过必醉 诗也 儒也 历也 仙也 前不见古人 使我 创然涕下 诸君试看 洞庭湖南极萧乡 杨子江北通乌辖 八陵山西来爽气 越州城 东到沿江 主者 留者 智者 正者 此中有争议 问谁领会得来 这一幅长连 描绘出了岳阳楼的人节地灵 关联起了古今的历史 也挥洒出了 优乐 情怀 我想这既是岳阳楼 置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也更是中华文化 绵延不绝的 凝聚力的 精神体现 中文字幕——YK